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元神5.3火神技能曝光 火夜藍來了 免費送星五星,兩套新聖遺物登場 5.3卡池更改,樸人插隊復刻 5.4到5.5卡池安排,胡桃星皮膚來了 元神那塔5.2卡池越來越近 夏斯卡、納維萊特、鍾離等角色也會陸續登場 同時在後續的5.3卡池中 火神馬威卡、冰女、倩特拉利等角色也會和大家見面 各位旅行者們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說起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說的就是各位旅行者們比較關心的5.3版本的相關消息了 根據最新的消息來看 5.3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又發生了反轉 其中5.3上半卡池是火神馬威卡、仆人登場 下半卡池是倩特拉利、深賀登場 倒是和之前提到的閑雲、深賀復刻有出入 其中仆人插隊,閑雲無辣 所以說這波復刻角色又反轉了 不過畢竟沒有確定,大家看看就好 而說起後續的5.4到5.5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 就目前的相關消息來看 5.4卡池會有風神溫迪、閑雲復刻 同時也會有雪山劇情 按照順序的話 其實5.4不是水神就是溫迪復刻 畢竟在這之前 雷神、草神納希達、鍾離、火神已經全部陸續登場 5.5卡池則是水神弗妮娜、萊歐斯利復刻 後續據說也會有新的賓斯伊登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後續的5.3版本中 第二期黎月混池也會開啟 混池安排目前來看 角色分別有 甘羽、公子、七七、克勤、肖、白竹、武器、阿莫斯之宮 東極白星、盤焉結律、武功大劍、濁風之刃、和蒲淵 碧落之龍、城市之鎖 之前提到的海登傑新皮膚也據說不是葉蘭 而是胡桃 倒是和之前的消息對沖了 當然啦 還是那句話 畢竟是網傳的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們還需理性觀看哈 原神5.2卡池即將到來 除了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即將登場外 林尼、納維萊特、鍾離也會迎來復刻 各位旅行者們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經準備好了呢 同時火神、冰女等角色也會陸續登場 本期就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說的就是5.3卡池兩位新角色火神馬威卡 冰女、謙特拉利的相關消息了 根據最新的消息來看 火神馬威卡的定位技能相關也來了 5.3版本中火神即興聖遺物它會有協同攻擊 類似於葉蘭 大招加的是抗打斷 可以給納塔角色灰夜魂值 且有奇形系統 在發生火元素反應時 根據自身攻擊力來提升造成的傷害 大招全對提供傷害減免 火神的一命夜魂時間延長 協同攻擊能力提升 二命當發生火元素反應時 全對傷害提升 四命是充能 六命釋放戰技後滋身普攻 重機傷害提升 協同攻擊傷害提升 專武則是家暴機 傷害 這麼來看的話 火神馬威卡大概率是後台副C 說是火夜蘭也不為過 而說起5.3卡池的另一位新角色冰女 欠特拉利 就目前的消息來看 冰女據說是克勞玩具 星盾輔套是可以後台出發的 火神是納塔戰艦成員之一 對於平民玩家而言 抽個0加0或者0加1即可 且火神和水龍王那維萊特 適配度不高 一命才比較適配 火主的強度 目前來看還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強在命座 在後續的5.3版本中 旅行者們需要通過完成魔神任務後 將直接獲得六命火主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需要使用一個特殊的東西 來切換它的命座等級 看樣子 應該是指部落聲望給的石頭了 這免費的五星角色 各位旅行者們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後續的5.3版本中 還會有兩套新增的聖遺物 其一兩件套 效果是加攻機 四件套 對於火元素反應下 敵人傷害提升 其二兩件套效果是加護盾強效 四件套處於護盾庇護下時 傷害提升 這麼來看的話更像是火神 冰女的專屬聖遺物 不過還是那句話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們 還需理性觀看哈